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南花吹花的一些方法 那么就有话语觉得这些方法特别的麻烦 而且需要的时间非常的久 所以就有话语咨询有没有什么更加简单粗暴又有效的办法了 那么答案当然是有的 这个方法就是要给它用上细胞分裂素 那么这个细胞分裂素应该怎么用呢 首先我们用一个注射性的这种针管 让你这个细胞分裂素把它吸一连出来 这个是我刚刚从这个里面呢把它吸出来的 然后呢我们对着你的这个南花的炉头给它滴上两滴 这个时候要注意啊不能够滴的太多 大概一到两滴左右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要滴的这个炉头一定要是近两年发出来这个撞苗的蒋铃剑 因为呢一般开花或发芽都是在这些撞苗上发芽的 这种办法的话不仅可以吹花也可以有吹芽 比如在春夏季长芽期间的话呢就可以让它能够长出更多的新芽出来 在现在秋季的话呢就可以起来一个很好的触花效果 当然呢这种方法虽然是非常有效 但是把握不好的对南花的损伤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建议大家呀 要想让南花能够发芽开花 最好就是采用一些传统的办法更为合适 那么我们要想让它开花首先先要给它用上这种蓝颗眼镜养液来把你的植株先养状 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它使用上这一个拧角给你来吹花就可以了 当然在这期间要盆土适当的偏干养护 然后给它足够的散色光照 这样子它才能够分化出花芽 后期才能够顺利开花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